2019年,老伴再次脑医学住院,动了手,术也没能醒来,进了重症监护室,我可远在美国的儿子打去电话。 小乔,你,爸脑医学昏迷,现在在重症监护室,医生说随时游走的可能,你赶紧请假回家。 你好几年没回来了,你,爸他一直惦记着你。 妈,我工作很忙,请假很难,现在我手上正好有一个项目,这个项目做好,我就能升职加薪,我暂时回不来,不过如果钱不够,你再给我打电话。 妈,你给我爸用最好的药。 大洋彼岸那头的儿子,拒绝了我让他回国的要求。 那年我64岁,老伴68岁,40岁的儿子是我们俩为医的孩子。 爱,在老伴病危的时候,我们为医的儿子没有赶回来,见老伴最后一面。 在重症监护室13天以后,老伴离开了我,我怀着悲痛的心情,给儿子打去了电话。 妈,小乔,你,爸不在了,你和你媳妇带着孙子回国一趟,电话那头的儿子顿了一下,好半天才回话。 妈,这个项目我跟了快两年,如果我现在请假回国,等于把这个项目拱手让人。 我不甘心,我老婆也很忙,孩子上学也不好请假,试着以以,我回不回去都一样。 我在这里也可以挨到父亲的,不是你们从小告诉我,工作为重吗? 儿子的话让我心情更糟糕,知道儿子是个薄情的人,但没想到这么薄情。 父亲在他眼里比不上他的工作重要,即使他自己回不来,也不让他的老婆和儿子回来参加老公的葬礼。 我叫楼依依,没有退休前是一名地质工作者,我老公也是地质工作者,我的父母和公婆都是地质专家。 我和老公在一个家属院长大,算是青梅竹马,我上面一个哥哥,下面一个妹妹,她上面一个姐姐,下面一个弟弟。 两家只有我们两个继承了父母的事业,也成了地质工作者。 我们的工作决定了我们生活的不稳定性,常年累月全国各地跑,儿子半岁大,就丢给了爷爷奶奶。 我和老公就跟着地质对去了新疆,在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一年多后了,两岁大的儿子瞪着大眼睛,完全不认识我这个妈妈了。 我抱着她,她拼命想挣脱,哭着喊爷爷奶奶,看着儿子这样,我的心都要碎了。 做母亲的见儿子和自己不亲是多么难过,怕儿子跟自己太疏远,接下来一年多我没有外出, 而是留在了本部工作,自己多陪伴儿子一些。 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,队里接到了新的任务,而这项任务有一项是我熟悉的工作范畴,队里没有比我再合适的人选。 没办法,我只能再次抛下儿子去了野外工作。 儿子在上高中以前,都是爷爷奶奶家待一段时间,外公外婆家待一段时间。 四位老人家都是有文化的人,教孩子功课完全没有问题,儿子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,可因为我和老公不经常在家,所以对孩子特别宠爱,让儿子比较任性也比较自私。 儿子出三的时候,因为笔记本不小心被同学搞脏了,同学也跟他道歉了,可他就是不依不饶,最后还和同学发生了冲突打架了,被老师叫了家长。 公婆去的学校,虽然是儿子先动的手,但公婆觉得是儿子受委屈了,一直要让老师惩罚那个学生。 爱,老师都不知道怎么办了,所以给我打了电话,让我注重一下儿子的教育问题。 儿子十五六岁本身就是青春期,我也怕儿子被公婆和父母宠坏,不学好,走弯路,就跟老公商量了一下。 我回本部工作,儿子快要上高中了,是他学习最重要的时间,也是他快要成大人的关键时刻。 作为母亲我应该陪着他,虽然我在家陪着儿子,但儿子对我还是疏远的,面对儿子我总是小心翼翼,爱,有时也透露着一丝讨好。 有一次,老公从野外工作回来,我们一家三口挺长时间没有在一起吃饭,我做了满满一桌子的好菜,有老公喜欢吃的,儿子喜欢吃的,儿子一放学, 洗了手也没等我就坐下开吃,老公看见儿子没等我就吃了,有些不高兴就说了他,儿子也不理老公,还顶撞了他。 老公还是属于中国比较传统的家长,他自己小时候也是被打大的,相信棍棒之下出孝子,看儿子这么没有礼貌不懂尊敬长辈,就出手打了儿子,爱,儿子还想还手。 我拼命拉住了儿子,也劝老公住手,老公其实是想和儿子搞好关系的,可是父子俩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多,老公也不知道该怎么讨好儿子,又想管教儿子。 两个人的关系越搞越僵,我在中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调和。 儿子高考发挥得很好,考上了北京大学,又被保送了研究生。 研究生毕业进了一家央企工作,解决了北京户口,儿子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,每个学期就回来一趟,平时除了问我们要钱,基本不跟我们联系。 儿子在兜读研究生的时候,谈了一个女朋友,带回家过一次,我觉得还行。 老公不是很满意儿子女友的家庭状况,儿子女友是农村的,老公觉得门不当户不对。 不过老公的反对,儿子并没有放在心上,我们是在儿子通知,要在北京买房的时候,才知道儿子要结婚了。 那时儿子刚参加工作一年,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在北京买房,通知我们要结婚,就是让我们拿钱给他买房啊。 我们只有儿子一个孩子,虽然北京房价比我们自己这里贵了很多,但我们也掏空口袋,公仆和父母也支援了一些。 我又问哥哥,妹妹和老公的兄妹借了一点,给儿子在北京四环买了一套,103个平方米的二手房,付了手,付儿子结婚的地。 三年,儿媳怀孕了,儿子给我打来电话,让我去北京照顾儿媳,那时我还没有退休,但做母亲的帮忙照顾儿媳和孙子,或者孙女是应该的,我选择了内退,抛下老伴去了北京。 到了儿子家,我买菜做饭,打扫卫生做家务,照顾儿媳,不仅出力还出钱,儿媳倒也好相处,对我没有诸多要求,反而是儿子对我要求很高。 儿媳生下孙子后,是在月、子、中、新座的月子,儿子说要给自己的孩子从小最好的呵护。 我知道儿子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,儿子一直觉得我跟他,父亲对他的陪伴太少,对他的爱是缺失的,我也很自觉地交了月子、中、新的钱。 孙子六岁的时候,老伴也退休了,老伴过了56岁以后,因为常年在野外工作,所以身体也不是很好,长期的户外工作也减少了。 退休的时候,单位挽留老公代代新人,不过老公拒绝了,他也想过代代孙子的日子。 老伴来了北京后,和儿子经常发生冲突,大概是隔背金,老伴跟儿子处不好,可对孙子却很耐心。 说来也奇怪,儿子对地质这一块完全不感兴趣,孙子却很喜欢,这让老伴很高兴,觉得自己的事业是后继有人,这让儿子十分不爽。 我在儿子家带孙子,如果孙子有做得不对的地方,儿子儿媳批评他,我从来不会干涉,也不会袒护,只不过是事后自己多心疼一点。 可老伴不干,跟儿子关系本来就不好。 如果儿子批评孙子,爱,他就会骂儿子几天都不理儿子,给儿子脸色看,爱,让我哥儿媳妇都无可奈何。 儿子单位有出国工作的机会,儿子想出去尝尝,老伴却不愿意儿子出国,觉得是国家培养了儿子,儿子应该留下国内效力。 老伴的这套理论让儿子很无奈,儿子告诉老伴是单位派他出国的,可老伴还是不答应,儿子也没有,机会老伴办好了所有的出国手续,才再次告诉我们,生米已经煮成熟饭,老伴再反对也没有用。 儿子先出国,我和老伴继续留在北京带孙子,两年后,儿媳孙子也跟着儿子出国,我和老伴回了老家。 大概是太想孙子了,回老家不久,老伴就生病住院了,儿子也没有回来,只是让孙子跟老伴打了事,听电话,送老伴去医院,包括在医院里各项检查,办理住院手续,都是妹妹的儿子,我的外甥帮忙的。 妹妹的儿子比儿子小两岁,从小学习成绩不是很好,勉强考了一个大专,可这孩子很孝顺,不仅对父母好,对我这大姨和大姨父也很不错,人很热情。 我们从北京回来后,经常会来家看我们,家里有什么帮忙的,也都会帮我们做。 儿子出国后,只回来过一次,还是老伴和我极力要求,才回家过的年。 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又回美国了,在此期间还拜访了亲戚,自己的朋友和我们也没坐下来好好说话过。 这让老伴很恼火也很无奈,这些年平时有个小病小灾什么的,我们根本不会让儿子回来。 前几年,我不小心出了车祸,腰摔断了,躺床上半年,怕影响儿子的工作,也没让儿子回来。 自己请了个保姆照顾,平时去医院复诊,就请外甥外甥媳妇帮忙。 这次叫儿子回来,是因为老公再次发生脑梗进了ICU。 哎,没想到儿子却拒绝了我,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老伴去世了,儿子依然没有回国。 老伴的离开个儿子的薄情,让我一下子病倒了。 老伴的后事都是妹妹妹夫外甥帮我办的,从悬骨灰到悬木地到结算丧葬费,方方面面都是外甥跑的。 老伴的后事办好以后,妹妹怕我一个人在家会胡思乱想,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,就拉着我去了他们家。 外甥外甥媳妇带着两个孩子,每天都来妹妹家,陪我说说话,让孩子给我表演节目,总之不让我闲着。 2020年一,情来了,儿子一家更不能回国了,我的心也慢慢凉了下来。 儿子出国的这些年,儿媳娶得了美国绿卡,刚开始去的时候,他们是租房子住的。 后来想在美国置业,儿子给我们打来的电话,那时公婆已经不在,儿子从小是跟着公婆的。 公婆去世前是老伴出钱照顾的,他们住的老房子留给了老伴和儿子。 为了让儿子在美国买房子,老伴把公婆留下的房子卖了,我们又凑了一些钱,全部汇给了儿子。 儿子当时还说,爸、妈,我跟你们留了房间,根据你们的喜好装修的。 到时来美国,你们就住这间房间。 为了儿子,我们也算倾其所有,在北京的那几年,儿子家和孙子的一些开支,都是我们老两口出的。 儿子去美国工作的时候,北京的房子房贷还没有还完,那时老伴已经退休,老伴的退休工资不少。 老伴为了弥补儿子,就跟儿媳提出,房贷的钱她帮忙还。 2021年一,钱还在,儿子依然不能回国。 而在这年,我轻微脑梗塞,检查住院又是外甥。 外甥媳妇忙前忙后,我有轻微的中风,刚开始右手跟右腿都不能动,自己都不能吃饭。 洗澡穿衣服这些也不能做,都是外甥外甥帮我的。 虽然我也请了护工,但有些事情还得有人在旁边监督。 出院以后,我做了一个决定,我要卖了住着的这套147个平方米的房子。 再在外甥家旁边买一套60个平方米的70年产权的经装修落份工。 于,房子写我和外甥的名字。 500年以后,这套房子留给外甥。 我是在卖了房子买了新房写了外甥的名字后,才通知的儿子。 儿子很生气,说我卖的房子也有属于他的部分。 我冷笑着对他说,卖掉的这套房子,写的是我一个人的名字。 你说这套房子有你的份,你父亲病重的时候你在哪里? 你父亲去世的时候你在哪里? 你又做了什么? 你不能只享受权利,不尽义务啊。 儿子,不要跟我说。 你小时候我跟你,父亲疏忽了你,没有照顾好你。 我们那时也是出去赚钱,为了养活你,为了弥补这个遗憾。 我跟你,父亲为你做了很多,可你是怎么对我们的? 我们有儿子等于没有儿子。 这些年在我们身边跑前跑后的是你的表弟。 我把房子写你表弟的名字,无可厚非。 这是他应得的,卖房子剩下的钱你也不要惦记。 如果你表现好,自然会留给你。 如果你表现不好,那我想怎么花是我的字,由。 我们要在这边拜托家里面也看到来。 南两百五百分之后,从今天摇应的天上去。 我们搜封禅之后,从今天摇应之后,